字幕志愿者 主持人大家好 小英總統昨天登見 先是要捍衛南海的主權跟余權 我國民黨說這樣不夠 今天國民黨立委建議說什麼 要蔡英文到立法院去 就太平島被降格維交 要做一個國情之文報告 另外最近大復活的馬英九也講了 如果蔡英文可以登島的話 全世界都會注意到 另外今天有內幕說什麼 總統府初步已經定調了 不提U形線 現在蔡英文主要的考量是什麼 不刺激中國的同時 怎麼樣也不得罪美國 怎麼樣就捍衛我們的主權跟余權 我們好好來追一下 另外不當黨產主義條例 明天就要刪讀了 洪秀柱緊急開了一個記者會 他說什麼 他說民進黨現在是要抄家妹們 要把國民黨消滅掉 今天當事人在現場 等一下問一下 主審這個案子的陳其邁 洪秀柱來放話 他說民進黨在硬幹的話 他們要讓退休的黨工 像那個官場的工人一樣 每天都去鬧 這什麼 這已經正式先戰了 另外洪秀柱透露一個信息 他說什麼 他整整天跟馬英九在互動的時候 是在聊誰 就是聊在我們現場的楊偉忠 因為馬英九在講明記話 他說楊偉忠這個人怎麼這樣子 我們等一下問一下偉忠的感想 我們先請仙女 有沒有辦法追蹤一下 我們來看到現在全台灣的民眾 真的很生氣 為什麼我們中華民國的太平島 突然之間變成太平礁了 這太平島明明就是個島 而且島跟礁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就是漁民的捕魚權益 所以也可以看到現在的蔡英文政府 真的是全力要來護漁權了 現在看看蔡總統在昨天 哪是直接登上軍艦來喊話 表示說一定會捍衛中華民國的主權 不過國民黨的立委 已經連續兩天來炮轟了 表示說只有看到你蔡英文登上軍艦 而沒有登上太平島 政府捍衛國家能力實在太弱了 所以現在要求總統 要到立法院來進行國情報告 不過有關於登島這個部分 其實總統府也表示了 目前沒有規劃登島的行程 不過未來是不排除的 現在今天還傳出來說 蔡政府內部已經定調了 堅持中華民國對南海諸島的主權 但是不會去提U型線 或者是歷史性水域 就是要跟中國大陸來做區隔 來彰顯中華民國的主體性 而另外就是不接受 這太平島變成太平礁 所以現在要全力來護渝 海巡署就表示了 這外居漁船如果侵入了 這所謂200海里的專屬海域的話 將會進行驅離 那不會因為仲裁案的結果 而有所改變 甚至我們的台東界 已經要準備前往徐翼 來全力護渝了 但講到太平島 明明就是個島 怎麼會變成一個礁 到底該如何捍衛中華民國的主權呢 這個人冒出來他還蠻有經驗的 就是前總統馬英九了 畢竟他可是曾親自登上太平島的唷 那麼在今天他就開了一個記者會 拿出了一個太平水 表示說這就是太平島的強項 因為就是擁有淡水水源 只要太平島上有水的話 就能夠養雞仲裁 是非常適合人居住的 太平島自給自足是絕對沒問題的 但是他也回憶到了一些 跟太平島有關的記憶 他說4月15號 曾經邀請國際仲裁的法官來登島 而且當天這個法官還喝了當地的井水 哇塞這個水品質好到不行 而且在1月份的時候 還曾經邀請了5位仲裁法官 一起來登島 但是這5個法官都沒有來 但如今卻以太平島為仲裁標的 這樣的決定 怎麼能夠讓人幸福呢 而且他也說到 其實在去年11月份 當時菲律賓的律師 在仲裁前就提到了 太平島這三個字 馬前總統當時心中 就已經有所警惕了 那麼在今年1月份去城的時候 他認為這就炒熱議題 也增加了曝光率 當然聲勢也就增加了 但是他也忍不住吐個苦水 他說當時他自己人都還沒到太平島 就已經被外界給罵翻了 大家罵他什麼呢 罵他破壞台美關係 還有人是譴責他 但是他現在說 今天愚民就講了 如果當時沒有去的話 這損失該有多大呀 你會發現馬前總統 真的很關心太平島的議題 所以他也說到了 這半年其實他都是有具體構想的 但是有些話不好說 很怕別人會說 這些人之後他還是不甘寂寞 但他也講了 如果政府希望他能夠協助的話 他絕對是願意協助的 甚至他還建議說 總統蔡英文 你應該要來登一下太平島 而且要在當地來宣示重要政策 因為就是正面大家 只要你登島的話 全世界都會注意到這個議題了 所以你來看看 針對太平島呢 馬前總統的想法真的非常多 不過我們也很好奇了 難不成一定要親自喝過太平水 才能夠知道如何守護太平島嗎 同樣之前我們還是來聽聽看 馬前總統在今天的自信談話 台灣輸的關鍵是在於說水 一講到水呢 這是我們太平島的強項 唯一有淡水的 而且它的淡水的品質好到不行 你以太平島作為標題 可是你根本不了解太平島 這做出來的決定 怎麼能夠讓我們幸福呢 我想關鍵在這個地方 我當然不服氣嘛 我們支持這個蔡總統表達 不接受這個仲裁的判斷 這半年來都有一些具體的構想 但是不過呢 現在卸任之後啊 這個有些話不好說 這個人家會說我們怎麼卸任之後 還不甘寂寞 所以我就不願意多講 如果說政府需要我來協助的話 我樂於協助 你覺得太平島總統是其家人太平島嗎 我想應該是正面的 而且在那個地方 如果宣布一些重要的政策的話 本身全世界都會注意 太平島更被這個仲裁認定為 是交迷而不是打 這已經嚴重的侵害了 我們的國家主權 這些層面 幾乎全部都是總統的執掌 因此我們認為 蔡英文總統 有必要到立法院 來做一個國情的說明 現在馬英九看起來又大復活了 你看他今天什麼 他只要講水 因為菲律賓說我們的什麼水是鹹的 三口井有兩口都平常沒有水對不對 他說水是我們的強項啊 當然我們等一下討論一下 那個真的是太平水嗎 這是一個點 可是更重要是什麼 他是記者問他的時候直接講了 他希望小英去登島 所以真的是 那小英到底什麼時候該去 這是一個點 第二個國民黨現在加碼啦 要小英到立法院去做國情之文報告 有需要嗎 我覺得這個台灣的媒體 真的很好被帶風向 連前總統都這麼容易被帶風向 他昨天菲律賓檢查總長 不過丟出一個水 大家今天全部在討論水 水不是重點好嗎 太平島有沒有水 跟他會不會變成焦 兩者沒有必然的關係 因為其實很清楚 今天很多國際法學專家也講了 海牙這五位法官他是用了 國際海洋公約第121之3的 最嚴格的標準來看太平島 問題是我們不能接受 我們不滿的是 這個標準不是一體適用 他看其他的島 他不會用這個標準 那為什麼只有對太平島 對啊 沖絲鳥啊 今天有人講 美國什麼中途島那些 太多了啦 那個 如果 齊凱如果照這個標準 我們來一一檢驗世界上所有的島 我判斷大概九成以上會變成焦了 所以這判決很蝦 今天馬英九大人出來 國民黨今天打了兩張牌 一個要蔡英文去立法院做國情之文報告 一個就是要蔡英文去登島 立法院蔡英文要不要去國情之文 我沒有意見 因為這個只要立法院通過邀請 他就得去 他也沒有拒絕的權利 因為這是憲法規定的 可是我會先建議立法院 先把國情之文的遊戲規則 先把它訂出來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總統 憲法針對小文通過之後 我們從來沒有總統去過立法院做國情之文 那到底能不能背詢 是一問一答 國民黨要求要背詢 是一問一答還是統問統答 這個我覺得要先把遊戲規則訂出來 其實訂遊戲規則是一個好事 也為將來 因為將來我想早晚會有總統 必須到立法院去做國情之文報告 那你這個遊戲規則總是要有 其實我覺得我倒是建議民進黨 也可以用一個比較開放的態度 就是就把遊戲規則訂出來 如果大家可以同意 以後總統大家就比照辦理 那只要立法院邀請蔡英文就得去嘛 他也沒什麼拒絕的權利 那至於說 老闆九今天特別講到說去年11月 他看到這個菲律賓的綠 這個仲裁前在仲裁前曝光說 提到太平島他有產生警惕 這一點我就不太懂了 因為去年11月2號 我們的行政院發了一個新聞稿 這個新聞稿是怎麼講的呢 他的標題叫做 堅決捍衛我國太平島主權 及海洋權利 他裡面有一段 這行政院新聞稿 他裡面這樣講 他說 菲律賓15項訴求沒有提及太平島 依不告不理的原則 仲裁庭沒有實體審判時 應該不至於對太平島做出裁決 此外 仲裁庭本所做第一階段的裁決 是針對該案程序問題做出判斷 沒有觸及實體問題 所以並沒有外傳 將我國太平島降為岩礁的情形 是後來菲律賓又提嗎 那馬英九你現在在放什麼馬後炮 我不是說他對太平島沒有貢獻 你沒有必要出來放這個馬後炮 你自己講去年11月你就警惕 可是你11月2號你的行政院 是發這樣子的新聞稿啊 他告訴我們不用擔心啊 那到底是去年行政院在騙我們 還是馬英九你知道你故意不告訴行政院 讓行政院發了這個新聞稿 好那接下來 蔡英文要不要登島 我想蔡英文在他總統任內一定會去太平島 那是不是急著要現在去 我倒是覺得說也不用急著現在就明天出發 或是說下禮拜一出發 倒是不用那麼急 為什麼我大概幾個理由第一個理由 因為這個仲裁結果剛出來 所以各國大概都還在研究 因為那仲裁書很厚 厚達500頁大概很多國家都還在研究 那在大家把這個仲裁的整體的意識搞清楚之後 再來做下一步行動 我覺得這個對臺灣來講是一個比較好的 那第二個理由就是說 菲律賓這次申請重宅他的對象是中國 不是臺灣 他不是針對臺灣來 那當然在整個國際聯合 特別在聯合國轄下的組織裡面 他把臺灣變成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的太平島算去掃到紅台外 這個這個的確我們真的是 池魚之央很衰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 如果說目前我們派了一艘軍艦去 然後派了2000噸級的尾星號 接下來1000噸級的台東號 禮拜六要出發了 我覺得如果以護餘的角度來講 應該夠了應該夠了 那蔡英文這個時候去南海 會不會再去太平島 會不會再掀起另外一波的波瀾 而且我相信蔡英文現在去太平島 會得到比馬英九三月的時候 去更多國際媒體的報導 因為現在這個事情在熱頭上 對這個事情絕對在熱頭上 一定會得到更多的報導 可是有時候我們學新聞都知道 有時候是No news is good news 有時候新聞多不見得 不一定是一定是好事 所以我倒是覺得蔡英文 是不是現在一定要去 我是持比較保留的看法 我是建議他謀定而後動 那至於這幾天 大家很擔心的漁權的問題 我覺得我們大家不要自己嚇自己 我們的漁民有沒有在太平島 附近海域作業有 這是事實 可是他的漁獲量多不多 比例高不高其實非常的低 大概佔我們漁獲量0.17% 其實他比例是相當低的 臺灣的漁民南海主要作業海域 大概是在黃岩島西沙 以北也就在南中國海的北端 他比較少到太平島附近海域去 這是一個事實 當然這0.17%我們也要捍衛 這是一定事實 但是我提出這個數據是告訴大家說 不要自己嚇自己 想說我們受到多大多大的影響 將來只要沒有國家主動 因為菲律賓跟越南 他等於是把整個南海夾在中間 那他們都有原本的領土 他們是可以宣布200里經濟海域 菲律賓跟越南一旦宣布 整個太平島就會被他包在裡面 那這個時候就會對 這個對我們的漁民就會造成很大的傷害 而且漁民這兩天確實很恐懼 已經他們講了嘛 現在菲律賓政府兇得不得了 他們出台就會很害怕 所以我強調就是 最近太平島的護瑜一定要特別加強 我舉一個例子 有一部電影我非常喜歡看 我覺得那句話太經典 描寫古巴飛彈 我記得電影叫金爆十三天 當時甘乃迪因為古巴部署飛彈 甘乃迪其實他不想跟古巴開戰 因為跟古巴開戰等於跟蘇聯開戰 可是他又必須掌握古巴 所以他派了當時美國的 U2高空偵察機去拍照 我記得有一幕是 凱文克斯納也是甘乃迪的 一個總統的幕僚 他在那個U2的駕駛員出發前 打了一通電話到基地告訴他 他只跟他講一句話說 你千萬不能被擊落 當時那個飛行員嚇一跳 他說我是軍人啊 這個出去本來就有風險 萬一被擊落 我也願意為國犧牲啊 但是凱文克斯納跟他講了一句話 可是你被擊落 總統就必須跟古巴開戰 我們現在不想跟古巴開戰 然後呢 那架偵察機有沒有被射擊 有 有被射到 結果他一降落之後 所有基地的人跑過來看 然後那個副駕駛一下來說 哇 好精彩 怎麼被打了那麼多 結果你知道那個機長就非常冷靜說 你講什麼 剛剛我們沒有被攻擊 那是鳥擊啦 那是被鳥撞到的 這一段就是告訴大家說 有時候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有一些動作要做 可是你當你做這些動作的時候呢 你會不會引起後面更大的危機 這一點我覺得是政府必須要做全盤考慮 馬英九今天拿的是什麼 他說拿那個太平水是不是 你想說應該不是太平島帶回來的水啦 他是王毅民昨天那個記者會 只是一個冠軍院了對不對 應該是那個道具啦 給他的嘛 不過老實講他今天講的 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說服力 他講說那個水沒有錯啊 我們這個水比那個可以媲美國外進口 那個礦泉水啊 像這次我們就自己要講 第二個是什麼 他今天特別提到的 記者問他說你要怎麼幫忙 他說他有一個具體的過想 可是他還怕說 他講太多人家說什麼 你是要直討級什麼那些 你了解馬總統是怎麼樣 他手上真的有一些具體的建議是不是 事實上沒有錯 馬總統現在如果講什麼動則得救啦 如果說之前他在主政的時候 他的一言一行那個時候真的是 被大家評論被罵翻了 你如果說那個時候 他如果沒有錯的時候 結果前天判決是焦 大家一定會指著講說 你做總統的時候 為什麼你那個時候都沒有 都沒有作為對不對 好啦 那有做了 結果前天判決出來的時候 也有人罵他啊 就是因為你去 所以說太平島才會變成焦 事實上真的 我們被細細的去看 這一個裁決書 當然不是只有一兩個條件 就造成太平島它是焦 也不是講說 你反駁了一兩項的一個數據 它就會變成 用最嚴格的標準 我相信都有 那如同剛剛齊凱大哥 你一開始做說明的 事實上你如果說 用歷史傳統來講的話 等一下人家講說你偏中 如果說你習士寧人的話 等一下人家又說你偏美日 在這個仲裁法庭來講的話 我們雖然太平島是我們 中華民國台灣的 我們雖然是深屬國 可是我們都沒有話語權 我們要進去講話的時候 他們怎麼樣 他們現在在這個裁決書的時候 說那是中國台灣當局 也把我們矮話 但是我們雖然不能夠 在仲裁庭裡面來發聲 但是我們怎麼樣能夠利用 國際輿論的一個聲音 甚至於傳播的媒介 能夠來做發聲 能夠把我們太平島 我們四島的這些有利的一個數據 我們能夠提出來 沒有錯 前天大家一講說裁決 為這個焦的時候 包括我們國民黨或者是說執政黨 大家都講說不承認不接受 當然也都不滿意 但是我們必須要講 我們那時候就在講 你要捍衛主權 除了土地之外 當然還有林海還有漁權 現在漁民最擔心的就是說 200海里的一個經濟海域 跟人家菲律賓所主 當然200海里 你如果有重疊的 既就我有相不笨 但是你現在變成焦的時候 你只有12海里 你只有沒相不笨 甚至於未來講說 你要跟人家共同開發 你說南海資源地底下 有多少的礦源 多少的石油 後天如果要笨的時候 你也沒有在上面笨 為什麼你只有12海里而已 那如果說你能夠主張 我們是島 能夠有200海里的時候 我們可以以後坐下來 如果要說要笨錢 我們也有這麼管理 但是我們話來 這都是以後的事情 但是我們希望說 現今的政府為什麼說 希望蔡英文總統 他能夠登島 這是一個時機 如果說你去登島的話 搞不好國際媒體輿論 大家都會跟著去 那大家如果不開始傳播了 至少我們的聲音 能夠讓國際社會 大家都能夠聽得到 這是一種做法 但是要做與不做 當然總統府也講 未來不排除 但是我們就講 到底是一個月三個月 一年兩年三年以後 我們不曉得 但是這個是一個做法 也有人講啊 趁這個機會 我們過去在1999年的時候 李登輝總統時代 把海軍陸戰隊撤掉 那今天也有人在評論說 以警代數的一個做法 是不是利用這個機會 再把海軍陸戰隊再回去 對對我們再回去 我們不要講說 我們當然我們不能夠滿意中方 他們在那個礁上面 設施這麼多 真的啊 你看前幾天的一個報紙 都把他所佔據的這一些礁 他已經擴增的設施 已經到了有戰備的跑道 有飛機有飛彈 什麼東西都是過去了 好啦 那我們就講過往的歷史 太平島也曾經被人家佔據過 如果現在我們都沒有作為的話 如果哪一天菲律賓越南印尼 馬來西亞乃至於中共當局 如果去給我們太平島佔領了之後 再像國防部昨天說 在立法院備詢的講說 我那個時候有這個特戰部隊 甚至於這個空投怎麼樣子 那都太慢了啦 所以說我們是希望講說 我們要捍衛主權 當然我們也要照顧 我們的這個漁權 我們的海域 我們要怎麼樣捍衛 對 作為有很多種 總統非得登島不可嗎 你登島不可 但是這個是一個最直接的 我相信這是一個最直接的 大家都會比較 那不要你們真的要跟凱道套一樓 佑琪 就好像颱風來的時候 大家都會講說 你馬前總統過去你怎麼樣因應 甚至於你今天蔡英文總統 你怎麼樣子作為 同樣的啊 今天南海的一個主權 今天太平島已經被評為焦了 那現在的政府公權力都在你手上 你怎麼去凸顯太平島是島不是焦嘛 對不對 你至少要有作為 你不是只有說 我在軍艦上面宣誓 然後軍艦出去 昨天就有人講說 軍艦升統帥旗 你下來了統帥旗就流來 他出去了 還是一樣是低化劍 所以說我們必須要講 你要怎麼安於民的心 你要怎麼能夠安國民的心 甚至於你能夠讓國際社會輿論 知道講說你新的政府 你的一個作為是如何吧 不過現在的這個情況 跟馬英九前總統去登島的情況 是這個時機點的敏感度 是不是一樣 這個時候就把統帥推到第一線 到底是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但毫無疑問的 這個事情真的讓一個人 有一點鹹魚翻身的感覺 那就是馬前總統了 在網路上甚至還有部分網友 說這個馬先知 真的有這麼厲害嗎 但是確實 這位馬先知現在掌聲四起 是不是真的有這種氛圍 我們來看 比較吊詭的是在民進黨的部分 因為昨天外交部 在立法院的書面報告裡頭 竟然提到了馬前總統 曾經登島宣誓主權 來證明太平島符合島嶼的要件 甚至還細數了 馬前總統從今年1月 到現在對南海的說帖 認為馬前總統 對於延遲仲裁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是肯定的 甚至聯名金島立委 這個陳廷飛呢 都有點改口了 說蔡總統呢 是否登島呢 這個當然要尊重 就好像綠營過去也尊重 馬前總統登島一樣 咦 不過馬前總統 那時候確實是被罵翻了 那為什麼馬前總統呢 如果按照陳廷飛的說法 怎麼會有一種 成淵得雪的感覺呢 好 另外再來看 國民黨的這個部分 國民黨立委員黨團就說了 過去呢 馬前總統召開國際記者 會登島國際投書 來捍衛太平島的地位 那你蔡總統呢 做過什麼事啊 那洪秀柱甚至講了 蔡總統上任之後呢 側見想要表達善意 不像馬前總統呢 之前力爭太平島所有的作為 看吧 我們現在嘗到最大的惡果了吧 誒 大家講的到底有沒有道理呢 我們先來聽聽 馬前總統呢 今天呢 倒是覺得 哇 自己好像獲得平反了呢 來聽他怎麼說 去年我們在11月下旬 看到菲律賓的律師 在仲裁庭的延遲辯論裡面 就開始提到太平島 我們就心生警惕 其實更早我就想去嘛 有了這個之後 我覺得更應該去 可惜啊 12月是功敗垂成 但是我只是蠻辛苦的 我還沒有到太平島就被人罵 說你這樣破壞台灣跟美國的關係啊 還要譴責我 然後呢 我想這實在是 因為他們真的不知道 等到今天你看到 愚民就出來講了嘛 如果我們沒有這樣的話 會損失多大 哇 馬前總統感覺有點翻身了 不過他親中的態度 老百姓就會因為這樣子 能接受金額改變嗎 但是蔡政府坦白講 如果 因為以國民黨現在的 這個社會的支持度來講 他要單獨操作這個 馬前總統感覺翻身的這個氛圍 其實是有點困難 那如果這個氛圍起來了 為什麼蔡英文政府 會讓這個氛圍造成呢 還有蔡英文政府 外界也在質疑啊 在這個時間點 其實你未必要登記 你未必要登島 可是你應該開一個國際記者會 來宣示台灣的一個立場 而且表示我們的主張 跟中國是絕對不同的嘛 那根本沒有關係的 可是為什麼到現在 國際記者會感覺上 無聲無息 那到底蔡英文政府 考量的是什麼 通常一個跟 不管這個議題到底是 真的還是假的 跟這個領土 主權 跟國家尊嚴有關的議題 對於執政者來講 其實都是很容易收割 民調支持度的議題 因為這個畢竟它是一個 情感多於理性的民粹的問題 所以很多的國家 都會在民族主義的大帽子之下 其實很容易跟人民做對話 可是我今天這個 因為跟賴宜中吧 他是這個算是民黨智庫的 這個國際問題研究的 專家一起同台的時候 主持人問他說 林權他這個在台灣指標 民調上面的民調已經負面的 提升了非常的多 將了9% 而且正面上升 所以他的支持度 已經又回到了45%左右 那這個是因為林權在封災 跟他在華航的罷工案 的相關的處理上面 展現了相當程度的 行動力跟魄力 那這是很值得政治人物 來參考的一個畫面跟結果 那可是賴宜中被問到說 那處理南海仲裁問題 到目前為止 如果現在做民調 對民進黨是正面還是負面 賴宜中說是負面的 為什麼 是因為民進黨從南海仲裁 這個有了一個結果之後 並沒有一個整體的論述 這個整體的論述 之所以沒有辦法 有一個統一的主張 當然是因為 這是一個非常敏感的議題 那第二 這是一個牽涉到 跟中國的關係 然後台灣有非常多的人士 是親美反中的 另外一批人是親日反中的 所以呢 當他們組合成為一個民進黨執政者 一個大團隊的外圍的政治人物 或是評論者的時候 就會覺得民進黨這個的發言 似乎是很沒有一致性 那各唱各的調 那幸好 朱祝姐也自己唱自己的一把調 因為呢 朱祝姐講的話 跟某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士 談話很像 因為有一些人把它批判成為說 因為蠻久去登島 所以使得國際仲裁 這個海鴨的這個 長社仲裁法庭 注意到整個太平島 是島還是礁 然後批評馬英九 我覺得這個應該不是事實 可是 洪秀柱跟著加碼說 因為呢 這個 蔡英文去撤箭了 所以呢 使得太平島被變成是礁 顯然 也是同樣的有這個 智商值得討論的 同樣的這個問號 但是不管怎樣 今天我覺得林全 終於在行政院的 院會之後說了幾個重點 他的重點呢 表示這個仲裁裡面 有幾個不恰當 我覺得這個講得比 國安團隊第一時間 給蔡英文總統的 建議跟聲明 還要來得清楚 非常非常明確 第一個不妥當是 你把我們叫成 台灣Authority of China 就是 中國台灣當局 這個是便宜我國的主權 第二你擅自擴權 而本來 仲裁標的裡面 沒有太平島的法律地位的 結果你做了這個裁決 損及了我們 跟南海 諸島的相關海域的權利 第三 仲裁庭審理過程當中 沒有邀請我們去參加仲裁 所以呢 你的這個所有的這個決定 都對我沒有法律拘束力 如果第一時間 我們的國安團隊第一時間 跟蔡英文總統在當天開會之後 所發出的聲明 是這麼的簡潔易懂的話 我覺得 民進黨相關的立法委員 或是相關的政治人物 在上政論節目 或者是質詢 甚至於面對媒體訪問的時候的談話 就不會倒來倒去 倒到我們搞不清楚 民進黨人到底在想什麼 那這就是非常清楚的一個決定嘛 這個清楚的就是 了結了南海仲裁案 我們的政府當局 應該有的一個基本態度 這個基本態度的 接下來是什麼 那是誰造成的 難道真的只是 菲律賓很會打官司嗎 當然有美國的角色囉 好 那我要請教蔡英文總統 你怎麼評估美國人在這裡面 他所扮演的角色 他是因為要讓太平島變成礁 他才可以處理中國大陸 在南海的擴礁圍島的這個 霸權的作為 然後達到了美中抗衡 美國佔優勢的目的嗎 如果是如此的話 那我被你打了一耳光 兩耳光三耳光 打得那個臉種種的 你還不中我叫嗎 今天有一個網路媒體啊 說那個老美對我們說 然後不接受他的拘束力 還有意見耶 連這樣都有意見 還不讓我們多講話 你知道第一天的時候 在7月12號仲裁的當天下午 5點鐘6點鐘應該是下班的時候 AIT還講了一段話耶 AIT台北辦事處還發稿說 這個應該有拘束力的耶 對 後來李大維這位外交部長 有沒有去跟AIT抗議 我不知道啦 你AIT 這個我們的冯氏寬部長講一個 什麼彈藥送到太平島啊等等 都要被AIT這個K半天 然後我們還要去跟AIT說明 那這個事情呢 你AIT為什麼要先講話呢 你是在台灣耶 後來國務院才說 我要研究太平島 到底是島還是礁 今天又出來說 美國地圖裡面太平島也是島 那是什麼意思呢 所以我想要請教蔡英文總統的是 我們的政府對於 美國跟中國的抗衡當中 把太平島變成一個礁 他認為這個我們是實際的佔有者 但是對這件事情對國際的形象 跟蔡英文政府對人民的這個解說上面 是發生了很多的傷害啊 那這個傷害誰來彌補呢 幸好蔡英文還夠有一點點強烈 所以他去登了劍 然後美對他登劍也很不高興耶 路透社說啊 因為蔡英文登劍了 所以美國想要在南海降低緊張 警示的努力啊 被這個破功了 這什麼鬼話呀 這個在這個地方 我們台灣就是你的犧牲者 對啊 你要知道親美反中 我並不是不贊成 問題是親美親到什麼程度 我們得到什麼回報啊 人家韓國人跟中國也很好 跟美國人也很好 然後中國大市場是韓國人的 南韓的 南韓的軍備設施是誰付錢的 南韓的飛彈基地是美國人求求你 拜託你讓我去 我幫你付錢耶 我們呢 一個太平島 我們買那麼多武器 打成膠 然後還不准我們這個抗議 然後接下來呢 哎來買武器 搞不好我們去空投什麼東西 去這個為太平島做防備 做這個守衛 都還要再買美國人的武器 我覺得這一點 請民進黨政府給我們一個說明 我們需要這樣卑躬屈膝嗎 當然我們不能跟中國人站在一起 我們也不要被他吃豆腐 那你緊張什麼呢 全台灣的人會相信 中國那種共同維護主權的說法 是民進黨政府 或是任何一個中華民國政府 應該接受的嗎 除了像連戰這種這個 鼠點望族的這種人 他會有類似的這個說詞之外 馬上就敢嗎 不敢啊 那在這樣的一個南海仲裁的一個情況之下 那 跟美國 我們有沒有什麼籌碼 人家菲律賓人啊 拿這個仲裁當成籌碼去跟老共談判來 對 換資源 再講談一點 換錢 那美國人還要感謝菲律賓幫他去跟中國抗衡 那我們呢 我們真的不值錢呢 那不值錢到這樣的一個地步 也不是蔡英文的錯 是我們台灣本身的這個 這個 在中國打壓之下 所形成的障礙 但是請民進黨的支持者 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做成這個結論 做成這個結論就沒有意思 所以我們應該有一些槓桿的這個 這個自己的 自己能夠 掌握的籌碼 這是 這是我 我非常堅強的看法 對美國人不必那麼屈服啦 大家都在留學美國的 美國人最現實了 今天跟你好 明天就可以把你一腳踢掉 當時是怎麼跟我們斷交的 對不對 那接下來是太平島了 那太平島到底是島還是教重不重要呢 如果重要的話 那就告訴我太平島是怎麼回事嘛 我 我昨天看一個電視台女記者 她在臉書上寫一句問號 我覺得這個話講得非常的 非常的平實 但是 我也想請民進黨的政府的人士 跟我們回答一下 因為他說 他們電視新聞在撿袋子 撿太平島的袋子 撿半天都是馬英九 站在太平島上的影片 然後呢 這個記者就 這是一個非常聰明的 而且很有程度的一位女記者 她說 難道蔡英文 在政府當中的所有的太平島 都要用馬前總統的畫面嗎 她也沒有講說 因為大家 那個臉書的記者們在討論 蔡英文要不要登島的問題的時候 她想了這個話 你不要以為這句話沒有意義 有人跟我說 陳水扁有登島 陳水扁什麼時候登島的 那個時候她也去過 陳吉邁也去過 陳吉邁跟著去 那時候畫面真的很少 我的意思是說 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種媒體政治 媒體領導 然後太平島到底是島 還是教蔡英文政府 怎麼跟台灣的民眾對話 怎麼透過某種的圖像跟身影 跟國際對話 跟美國表態 跟中國表態 那要不要登島 我覺得當然是一個議題 她或許不願意去得罪美國人 因為美國人對馬英九登島都很氣 可是那個時候 美國人還沒有把太平島變成焦啊 那現在她把我們變成焦了 我們還要聽那的話嗎 我還是強烈建議蔡英文應該登島 如果蔡英文不去 好說也要讓林全去 你就這樣子摸摸鼻子 就被老美給踩在腳下嗎 我不認為 這是一個正確的做法 其實馬前總統今天的發言 還算克制 我也不想多 因為她至少沒有批評蔡英文政府 我覺得她今天有比較克制 所以我不想多批評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今天這件事情 因為剛才Coco姐提到 林全這三點 林全這三點是非常非常精準 就是我們這次面臨的問題 包括要談到是海洋局 其實這也不是主權的問題 這三點怎麼樣來因應 我必須說這是整個台灣要面對的問題 我只想講的是過去 如果我們對於過去八年 國民黨的執政有一些反省 這不是要推卸責任 我們應該要想到一件事情 或者是應該要認清楚一件事情 如果只是把海洋權力的問題 或太平島問題歸結於太平水 歸結於登不登島 其實這是很庸俗化的做法 那從政治運作的角度 要去登島要去幹嘛 其實我沒有太多的意見 因為做一個總統的確有國內 藍綠政治民意的壓力 但是我覺得這個問題的核心在於 台灣如何從自己的主體出發 好好建設成自己是一個真正的海洋國家 這才是真正核心的問題 那這個不是登島能解決的 也不是太平水能解決的 那坦白講也不是過去傳統國民黨的這個 大中國的思維能夠來面對的問題 今天在談這個 剛談到這個話語權的問題 我們要把新的論述 這個不行 不是因為它是中國講的而已 這個沒有法律的地位 沒有精確的坐標 沒有明確的定義 是在國際法上 完全站不住腳 如果我們今天還要重道這個東西 對台灣沒有任何好處 這是一個 如果把太平島 我同意剛剛事為講的 島跟礁的問題 怎麼會只是淡不淡水的問題 如果你去看這500頁的論述 它裡面有非常多 各國各種各樣的 各個層面的角度 這個也不是什麼江黃池教授的責任 也不是什麼一瓶水的問題 那台灣在這個國際的官司中 包括未來各種 我們到底做好多少準備 我只講另外一件事情 今天有新聞說 我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他說看到這個南海的事情 日本現在準備想要在東海 申請仲裁 好 那就是碰到釣魚台的問題 這個問題更嚴重 那個沖思鳥 我們也還有仲裁一下 我必須講一件事情 過去大中國論述就是U型線 U型線的問題 只看到台灣 台灣或者是中國 只看到自己 漢人點擊上所有這些論據 就覺得這是事實上最偉大的證據 沒有看到其他國家 各種各樣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論述 就以為自己講是對的 這個東西拿到國際上去 馬上就碰壁 如果台灣 如果蔡英文政府 還要繼續延續這套 一定是失敗的 所以重點在於 我們要發展自己海洋國家 要捍衛自己海洋權利 就有一套人才的培養 各種論述的收集跟研究調查 這才是真正實際的 這才是真正實際捍衛台灣的權利 要去登島我沒有意見 你要做一些宣傳 這也是應該的 但是你以為跟馬英九一樣 認為只要去登島就可以捍衛 我覺得那是古天下之大機 我覺得還是回到一個 這不是親美或者反中的問題 這是怎麼樣從台灣主體出發 要捍衛自己台灣的海洋權利的問題 所以你剛剛提到這個 蔡英文政府的表現 我覺得是這樣 今天這個問題 還有好幾個層次得解決 第一個最核心 當然是海洋權利的問題 這是未來要做的事情 包括台灣到現在沒有一個 海洋專責的機構 過去主改 如果你看馬政府的法案 就是不夠完全不夠周延 這未來怎麼改變的問題 另外的問題是 當然要面對兩岸的穩定 要面對美日的關係 所以一定程度的穩健跟走鋼索 這本來就是蔡英文政府 最大的難題 蔡英文當然會喊得很高興 你要開國際記者會 這我沒有意見 你要去登島 你要衝撞 可是承擔的是新的總統 以及整個台灣 所以蔡英文的你要去吵 你要鬧 我沒有意見 但是作為新政府 他一定要權衡各方 一定要去平衡中國 一定要去平衡美日 尤其是更重要的 南海仲裁案 除了跟我們不利以外的部分 也有國際普世價值的部分 中國在南海是霸權主義 是海洋生態的破壞者 難道這個問題 我們要跟中國暢和嗎 這個東西我們也得站穩 清楚立場 台灣不是說要去反中 而是要站在國際規範 跟普世價值這個立場 在這樣的出發 我們才能真正捍衛 我們自己海洋權利 這個其實應該是這樣看啦 就是說民進黨從520政權交接到現在大概 兩個月的時間不到 那所有的這些仲裁的這個結果 難道是兩個月剛成立的一個政府 應該要承擔的嗎 就是說這個是一個從2013年1月22號 菲律賓就開始提出來 我簡單講的更直接一點 那馬總統 假如登島有效怎麼會輸呢 國外的政府 或這個國際的媒體會去區分說 這個是國民黨的總統 這個是民進黨的總統嗎 不會嘛 當然是中華民國的一個總統 那仲裁法庭看的是什麼 那是看證據客觀的一個證據跟事實嘛 或者是說在這整個仲裁法庭 在攻防的過程裡頭 我們的政府到底扮演了什麼角色 我們都做了哪些努力 那哪些我們是受到一個不公平的 這個才是我們在討論的一個核心 不過現在仲裁法庭有客觀嗎 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去推說這個誰有去誰沒去 那馬英九去蔡英文就去 那去有效我剛剛就講 那馬英九去了有用嗎 也沒用啊 這個結果看起來是沒用嘛 那好啦 那馬英九去那習近平要不要去呢 對不對 那習近平為什麼這個 我們是不是要呼籲說 那蔡英文去馬... 這個習近平也去 這個當然在策略上啦 我當然開玩笑 這個是在開玩笑 只是在做一個簡單的一個 一個類比啦 就是說這個其實 並不是一個最有效的一個方式啦 最有效的方式還是要回歸到說 在整個國際社會上 或者是在整個一個國際 包括國際這個聯合國海洋法 公約的一個架構下 大家在法律上進行攻防嘛 所以馬總統從2013年1月22號 到這個我們現在判決結果出來 我們要去檢視說 過去政府是做了哪些努力 哪些努力不足嘛 那菲律賓其實在 2013年的這個3月16號時候 2015年3月16號 他就提出了一個 書面補充就把太平島就列入嘛 那裡面他的大概邏輯是說 太平島都不... 人類不能生活 那其他島就不用講嘛 所以他就以太平島作為他一個 在補充裡有一個最主要的 一個工房的一個重點 所以我們的政府應該是要 第一個你要去參與說 這個有機會的話 或者你要爭取嘛 你要去參與這個海牙的這個 這個仲裁法院啊 你要去參與啊 那我們有沒有根據公約的 第七章的一個附... 附件七裡面的第13條 雖然... 雖然在國際社會上 大家不認為我們是一個國家 但是這個地約國以外的實體 其實他是有權利參與 那我們有沒有爭取嘛 我們會不會是因為畫地制限 他說好像人家說我們不是國家 我們就不能去 我們就沒有去做 我們在法庭上 我們是權力主張 可以去跟菲律賓進行口頭的 或者是這個在法庭上的一個辯論 那我們有沒有努力這樣 還是說你選擇說 那你跟中國站在一邊 或者是你選擇站在哪一邊 那自己我們自己畫地制限 喪失我們的一個權力嘛 所以這個都是我們必須 在這邊去做一個檢討 我說其實今天大家講 我歸納一個最簡單的一個 一個邏輯啦 為什麼大家在回應說 太平島是島還是礁 為什麼 是因為島會有衍生 200海裡的經濟海域對不對 那簡單講 同樣的這個邏輯 就是這個島跟礁很重要 那換句話你那條U型線 你到底是你是在中國 或者說他在主張他歷史性的權利 他在主張什麼 那條U型線怎麼來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說 你假如是島礁 那大家是根據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架構下 大概工榜嘛 是島礁就差很多嘛 因為這個在1994年 公佈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裡頭 他就是要把所有各方的權力 把它具體化嘛 大家講清楚你的權力從哪裡來 你的經濟海域是從你的領海來嘛 你的領海是從你陸地來嘛 所以你假如確定了陸地 那你就有領海 領海你就有 所謂的這個經濟海域嘛 所以大家工坊就是島跟礁嘛 那你U型線怎麼來嘛 所以為什麼U型線在這一次的國際中海 被狠狠地打了一個耳光 我的意思是說 政府在進行這些工坊的時候 當然我們必須在整個 包括國際海洋法公約的一個架構下 大家去道理去做一些工坊 好 那我們南沙群島 因為太平島 所以有200海裡的經濟海角 這樣的話 那他涵蓋的範圍當然會很大嘛 跟菲律賓有爭執 那我們再來做協商嘛 所以必須在一個國際海洋法公約的一個架構下 大家去做工坊嘛 這個是政府應該做的嘛 那我們去檢視馬總統有沒有做嘛 馬總統過去有沒有做 他有沒有去在這些 對國際法公約的一個架構下進行工坊嘛 你一直在講所謂的什麼U型線 九段線或者是什麼 這個我不是否認說 有所謂的我們過去公佈的U型線 但是在國際法上的工坊裡頭 你必須把你的重點講究 你應該是島嶼它附屬的這一些 包括它的一個主權的一個範圍 然後再加上它的一個海洋性權利嘛 包括經濟海域啊等等這個部分 這個才是工坊的重點 其實你提醒這個很重要啦 現在今天也傳出來說 總統府初步定調 就是不要去談這個U型線嘛 那現在就是說總統府有這樣的定調 甚至不談這個歷史海義的時候 可是他也注意到一點 為什麼外交部的報告 昨天是書面報告啊 其實肯定馬英九 所以就是剛剛郁寇講的 你要趕快自己定義叫做出來 第二更重要 現在輸到馬英九之後 人家也在看說小英 包括新政府做 我的意思是說 我沒有去否認說 馬總統他所做的努力 但是你在工坊的一個策略 你必須是我剛剛講過 你必須在一個國際的一個秩序下 你去進行工坊 所以工坊的重點應該放在說 我們這些島 它所附屬的這些海洋性的權利 這些包括經濟海這些的一個主張 這個是對我們來講 相對來講 會是一個比較有利的一種做法 因為從整個這個工坊的一個 這樣過程來看 不管是過去的政府 或者是新的政府 就這個外交的一個策略上 那必須做一些檢討嘛 你不是我們只有一個選擇說 我們在美國中國中間 我們是不是能夠再創造更多的一些條件 讓再等一個多邊的一個架構 台灣能夠參與 在外交的一個斡旋 很困難我知道 那另外一方面 在一個 包括說我們以我們的國防武力作為後盾 捍衛我們的主權 你至少不管撇開這個經濟海域 這個 這些不談 但是島嶼的這個主權 這個是我們主張啊 那我們當然要拿出具體的行動 去捍衛說我們的一個主權嘛 譬如說我們的軍艦 譬如說我們的在部署上的一個兵力 這個都是可以 按照我們整個 包括這個 這個 當地的一個狀況 我們去做一些調整 這個這個我支持 但是我們回頭過來講說 在整個這個事件裡頭去檢討 我覺得坦白講 我們必須在 不分藍綠的一個狀況情況之下 大家共同來保衛 或者是捍衛我幫的所有 包括我們的領土主權 跟我們海洋的一些權利 我以經濟海域為例來說 我請我跟各位報告 我們中華民國從來沒有公布過 我們的經濟海域到底在哪裡 包括我們台灣本島周遭都沒有 那我就問這個 內政部訂正說那為什麼不公布 然後都公布很敏感 公布很敏感 雖然在海洋法公約裡頭 我們有權力公布 但是我們從來沒有公布 我們只有公布 所謂的經濟海域 暫定執法線 我們只有這樣公告 但是我們的經濟海域 我們從來沒有公告 那太平 這個太平島周遭有沒有人公布過 沒有人敢公布耶 越南佔了70% 南沙的島嶼 他們也不敢公布說 他們有領海 他們有這個 甚至領海他們也沒公布 甚至這經濟海域都沒有人公布 菲律賓也沒公布 馬來西亞也沒公布 大家都只根據周遭國家 都是根據他們大陸 包括馬來西亞沙巴 越南的大陸 所衍生出來兩把海裡的 因為大家知道這個有爭議 所以我是認為說 其實這個部分 我們我們的政府 包括說未來的一個 在南向政策也好 或者是在我們的外交政策裡頭 這個我們必須創造更多 積極的一些條件 讓大家能夠就這個部分 來進行怎麼樣的一個合作 因為你假如說 今天的一種另外一種情況 假如宣布太平島是島 它引起的爭議 在國際社會上 當然這對我們來講 台灣來講是有利 但是它引起的爭議 也不會小於說 太平島是一個礁 所引起的一個爭議 但是作為我們擁有 太平島的主權跟領土 我們當然要極力的主張 我們的一個權利 我去過太平島 裡面有水可以喝 那時候阿扁去的時候 水可以喝 那當地的這個部隊 大家特別當時 我看這個餐桌有一隻雞 他說這個是我們太平島 自己養的雞 他的生活 他的一個基本條件 你們做西藥沾東去的 西藥沾東 那很辛苦 所以作為一個捍衛主權 我覺得這個不會分藍綠 這個事實 我們也必須讓國際社會了解到說 這個太平島是我們的領土 太平島是一個島 那所衍生的權利 我們應該要全力來捍衛吧 我先建議馬前總統 針對南海主權問題 暫時不要花眼 這樣會對執政者很大困擾 看看美國卸任總統說錯所為 在重大的國際糾紛事件 卸任總統是絕不講話的 這非常好的一個鐵律 總統要用他的話語 用行動來宣誓 這要主持問題 其實這一次 不能只從這個海牙仲裁華 院的判決來看 如果引用拿破崙時代 一位外交部長叫做Telehon 非常有名 他是化國變成一個強國 他怎麼說 國際條約的價值 比勘載這個條約的值 還不如 還便宜 就是說 在強權政治下 一些國際的判決或條約 比值 比值的價錢還不如 我昨天引用Might is right 強權是公理 寓意在此 不能只從條約看問題 要從強權政治看問題 我昨天論述完以後 大約12點左右我接到前立委 雷慶小姐的 他的反應 我的部分我不談 他是同意我的觀點 但他特別提他父親 他父親海軍中將 我覺得應該讓大家知道 家父當年多次尋遇南海 東沙機場1965年興建時 多次執行護衛運捕任務 台灣現在的評論者 小事者多 見識的是 台灣現在的評論者 小事者多 望稱離台太遠 無力護衛 殊不知海軍 早已中衡南海 數十年一 我們的海軍經歷 並不是 也許有人談很弱 我不認為 這是雷慶小姐 她透過我 我覺得講得非常有道理 昨天總統登舰宣誓 我支持的 我認為這動作是一定要做的 我昨天特別引用 1939年9月3號 因為德國入侵波蘭 二次大戰爆發 英國宣戰 當然 張伯仁內閣是要改組 但是他還沒有改組前 先任命 溫斯頓丘吉爾 當然海軍大臣 這個任命一出去啊 海軍有一個密碼說 Winston is back 馬上鼓舞士氣啊 你看 一個海軍大臣任命 就如此重要 總統當然要登舰 第二 我深的建議等形勢稍微反而 蔡總統本人不是院長 本人 國家員手 不排足 帶時機 親自前往太平島 宣誓主權 第三 我們當然應該加強 派遣海軍陸戰隊 特戰部隊 駐防 展現我們的軍事肌肉 更不用說海軍要加強 對東沙 對太平島海域的尋規 包括呼籲 昨天有人說 台灣或民進黨被美國出賣了 出賣了什麼 太平島嗎 東沙島嗎 不要憑空講 美國是有他的重返亞洲政策 他在這個地區是扮演 世界警察角色而已 美國本身都還不是聯合國海洋公約的簽署國 他的話語只是他的政治的話語而已 聽聽就好啦 大家都在展現實力啦 各國都是啦 我再三引用代高二話 政治就實力 談實力 邏輯感情都沒有用的 我再次呼籲習總書記 我注意到一個訊息啊 台灣報導沒有報導 因為美國在南韓部署薩德飛彈 包括這次南韓是跟日本站在一起的 在這次了 所以 習近平主動接見北韓的特使啊 打破 中國跟朝鮮的冷凍關係 大家都在下棋啊 好 我對習總書記 我一定這樣講 請習總書記 尊重承認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的存在跟價值 衝擊兩岸協商 兩位協商 談什麼 九段線 十一段線 U型線 可以談 就是他歷史論述 這歷史論述是不是合乎國際法 大家再看 歷史論述也是大根據的 不要完全否決 當然蔡總統講的是很含糊的 他並沒有說U型線或十一段線 他說南海諸島主權啊 這我可以理解 但是我請蔡總統 我是主張更明確說十一段線 的確啊 1946年雖然是美國軍艦派遣的 但是是我們的上校 那位上校雖然後來投共 但那時候是國民政府的一個上校啊 可以明確指出 為什麼 籌碼加碼 目前在南海是中美兩國在博弈啦 兩大之間難為小 台灣的處境我們了解 但是蔡總統你是非常理性的 你要走在理性的鋼索線上 你所作所為 一 要合乎台灣的國家利益 二 當然要互渝啊 就像互衛釣魚台海域 就像未來可能會有太平島海域 互渝問題當然要互渝啊 其實在亞太國家的國家是一直如此的 泰國 你看泰國在過去兩三百年殖民史 從來沒有被殖民過 他永遠知道在強權中生存 泰國是一直如此的 他是唯一在東南亞沒有被殖民過的國家 毛澤東說啊 談主權只有八個字 爭鋒相對寸土必爭 一樣 中華民國在台灣 台盆金馬 包括東沙 包括太平島 都是我們的主權範圍 蔡總統 你是第一公民 你是元首 你就要捍衛 最後也用一句話做結束 這個英國前首相格拉斯統 留下一句話 格拉斯東 英國沒有永久的朋友 也沒有永久的敵人 只有永久的利益 台灣一欄啊 我們是在中美兩大國之間 追求台灣的國家利益啊 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蔡政府表現 英文說So good 還可以還好啦 不是很滿意啦 但是蔡總統 這問題主權問題是不能視落的喔 你要走平衡外交 同時我再三懇敬馬總統 這時候你盡少發言 會讓執政者更容易處理 目前非常複雜的兩岸的 跟國際的政治環境 另外一個呢 我們要問兩個當事人 今天啦 洪秀樹緊急開了記者會 因為沒辦法 不讓黨產吹條例 馬上就要刪讀啦 一說什麼 這是媚門抄家 把國民黨都要媚掉嗎 俗成這個案子就是 其邁啦 問一下其邁的觀感 第二個 其邁馬英九講啦 楊偉忠這個人 怎麼會是這樣子呢 到底在講些什麼事情 也讓偉忠可以回應一下 來 我們繼續幫我們追蹤一下 好 剛才我們節目 不是已經談到 馬英九最近好像油黑翻紅了 甚至連住住節 接受媒體專訪的時候 都要自爆他跟馬英九的事情 什麼事情我們來看到呢 參加總統府國策顧問的聯誼會 當選馬英總統也來囉 你看到這張照片 他就坐在他旁邊 兩個人不停的焦頭接耳 在講悄悄話 在講什麼呢 祝祝姐就自爆了 其實是馬英九 在問我楊偉忠的事情啦 他還回我這個人怎麼這樣子 然後又聊聊 楊偉忠過去在黨的表現 所以你看到馬總統 真的很在意偉忠哥耶 茶餘飯的話 還不忘聊人家的閒話 但是不只講到馬英九 你看到他還講到了吳敦義 因為之前呢 這個祝祝姐不是講到 吳敦義是政壇極品嗎 大家都想說 難道他在諷刺人家 但是祝祝姐說 我在吳敦義的面前講了好多次啊 你真的是政壇的極品 他只差主席沒有當過 這不是極品 那差是什麼呢 你看到祝祝姐一下講到馬英九 又講到了吳敦義 他為什麼要這樣自爆 用意到底是什麼呢 不過說到祝祝姐 你看到他最近好搶戲喔 今天他自己出來 開記者會講黨產 因為明天立法院啊 就是不當黨產條例 他要拼三讀 但是看起來祝祝姐難道要來開戰嗎 因為他說我可以自清黨產 但他要求黨內立委要黨 不當黨產條例喔 為什麼 他說有原因的 他說呢 因為我不是在顧黨產啊 是因為民進黨立法的目的 就是對國民黨清算鬥爭 是趕盡殺絕的惡法 所以他說惡力一開啊 民主政治就會嚴重倒退 而且還扯上藍綠 為什麼 他說社會就希望藍綠和解啊 但是蔡英文卻對合法的政黨 做超加滅族的回黨動作 如果要硬幹的話 就讓退休黨工 像官場工人一樣 每天去鬧 哇 祝祝姐還嗆聲 不過呢 他也說啦 我宣誓兩年內呢 要自清黨產 他說呢 現在呢 國民黨呢 他每年都有八億的資金缺口 扣除了黨工退休金 還有這個所謂的運作的經費啊 兩年內他就要處理黨產喔 其餘要捐作公益 而且他也嗆聲 我不怕出去搭帳篷 而且租組合屋來上班 倒是要看看還有多少人會留在國民黨 所以你看到現在祝祝姐都下令啦 他說不當黨產處理條例 就是個惡法 要求黨內立委一定要擋下來 但是之前他們的立委就已經講啦 他們覺得應該要黨產歸零喔 所以現在到底要怎麼辦 讓這些立委來乖乖聽話呢 好現在呢 黨中央似乎想做一個辦法 這是週刊的爆料 就說國民黨的中央 要求不分區的立委 要簽一個切結書 內容是什麼呢 就說要服從黨中央還有黨團的指揮 或者是決議 據說王金平非常的不高興啊 而且呢他還去問啊 黨中央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一個切結書呢 要求黨中央來說明喔 不過週刊還特別爆料說 現在有反王人士預謀 預謀要幹嘛呢 透過黨產條例表決要開砸王金平 也說王金平如果這次不配合的話 就有理由可以開砸他了 不過王金平他今天回應啊 說之前朱立倫也有發過切結書啊 現在換成了祝祝姐再發 但是也沒有人在切嘛 現在看起來好像也不太甩祝祝姐喔 那所以明天的黨產條例真的擋得住嗎 討論之間我們就先來聽看喔 今天祝姐呢在記者會上 她是如何跟蔡英文來喊話的 我要告訴我們的蔡總統 當我們社會各界都非常期盼 藍綠和解的時候 你加持著總統跟主席的權力 對一個合法的政黨進行抄家滅門的 回黨的一個動作 你正在讓社會 加劇的分裂分化 製造社會的對立跟撕裂和仇恨 我們看不到你所謂的千非跟溝通在哪裡 你還想再回到當年國民黨 為人所詬病所犯下的 所謂白色恐怖年代的恐怖氣氛嗎 一塊明天很關鍵 明天不當黨產出一條例就三堵 明天立法院就開戰 那今天黃秀是這個什麼 他說他是宣戰嗎 他講的是什麼 這個很嚴重 抄家滅門毀掉整個國民黨 他講喔 如果陳其妍他們在明天硬幹到底 他讓國民黨的退休黨功 像那個官長工人每天心腦 真的嗎 有這麼嚴重嗎 我覺得他應該自己去才對啊 對喔 不是退休黨功應該是黃秀祖 然後反對抄家滅族 然後呢就綁半天然後就開始 進駐立法院由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幫忙佔領議場 那今天聽你講 搞不好明天要這麼去啊 來不起來 今天晚上就好 根本就是就是一張嘴而已嘛 就是一個看起來讓人起金皮疙瘩 毫無說服力的一篇演講 我不知道他還活在什麼樣的士氣 合法的政黨 國民黨是合法的政黨 沒人說他是不合法的政黨 是要對你的合法政黨下面 不合法的黨產進行清理啊 拜託你先把這個不當黨產條例 看清楚好不好 請陳其邁先生明天呢 你們通過之後呢 就送幾個版本給他 他要負責說明 他是主成的 第二 白色恐怖 這個跟白色恐怖有什麼關係啊 你不要曲解白色恐怖 也不要這個對於白色恐怖的犧牲者做侮辱好不好 白色恐怖他們也在轉型正義啊 那你如果對白色恐怖有意見的話 你就去投票贊成民進黨的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啊 前前後後說辭矛盾 不知道他的中心思想是什麼 然後依附這個大意凜然的樣子 使人想到這個當年共產黨對台灣的文宣 這個狀況有用嗎 根本就是反作用啊 要不然他就是你們落底的 我對於這個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在這個會期裡的表現 真的是刮目相看 本來陳其邁就很優秀 我只是不知道他這麼優秀 人家說他超家妹們的 你不要看他啊 他那個樣子挖挖臉啊 但是他很能夠有板有眼的 有節有鬥的整合民進黨 所有的黨內的這些專業的委員對不對 在這麼強悍的一個 內政委員會的黃昭順大姐的這個陰影之下 能夠完成 對你對手是黃昭順啊 對啊 你看他幾次啊 有好多次什麼 這個義式的工房啊 然後還有這個 開會等媒人的那種 這個互相之間的這種禁足啊等等 那這麼年輕的 看起來這麼年輕的 然後非常資深的委員 他對於民進黨在國會的表現 真的是有圈有點 當然幕後還有非常多你們的同事啦 可是光是這一點 我覺得明天7月15號2016年 他就是一個中華民國的一個光輝的日子啊 那你國民黨有理你就講理嘛 問題是你講到這一番話自說自話 你們國民黨內是怎麼說的呢 你們國民黨的立院黨團的人 不是說要黨產歸零嗎 你們的詹喜賢這個副秘書長 你自己請來的這個本土派大佬 還覺得是一個這個大明星 請來了一個大人才 也要黨產歸零啊 所以這個國民黨 現在在柱柱姐的領導之下 他沒有一個中心思想跟中心的靈魂 到底他未來的目的是什麼 不知道 那結果弄半天 他答覆記者詢問的時候 跟馬英九兩個人切切私語講的是楊偉忠 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覺得楊偉忠應該去打探清楚啊 打電話給馬英九 你對我還有什麼懷念之處啊 你這個馬英九可不可以幫你這個 申訴一下你的黨籍啊 那至於吳敦應的部分 也不知道他前言不對後語在講什麼 如果是極品沒當過主席 就是一個極品當中的瑕疵 你要讓給他嗎 所以從當選一直到現在 國民黨整個的形象 毫無整合的任何的跡象耶 就在這個情況之下 民進黨的內閣已經開始 步向了穩健往前走去的這樣的一個平台耶 本來林全前一個半月是有點磨合上面 有點癲癲癲癲的耶 現在看起來他們的 雖然是又老又難又難 但是我覺得他們的學習力是很強的 特別是爆炸案跟風災跟華航罷工事件的處理上面 如果民進黨可以穩住正腳的話 那你國民黨還有什麼未來啊 你國民黨的未來居然要在馬英九的 重現江湖上面再喝水嗎 我覺得這一點真是讓我替國民黨 感覺到非常的悲哀 不過我還是要為明天的來到 為民進黨加油 來胡大哥怎麼樣真的是超家妹們嗎 明天這個案子一夠國民黨真的會整個是垮掉嗎 他今天事實上也提了一個重點 他說你給我時間啊 他宣布說什麼 你反正給我兩年時間我清一清啊 必要除了什麼退休那一些啊 全部再接出去這樣可行嗎 拿破仑帶軍隊到埃及的時候 他指著金子塔 對他士兵說 各位五千年的歷史正看著你們 我要引用拿破仑的話 明天對著民進黨集體委員說 各位三百人的歷史就看著你們了 為此啊明天是周邊有事啊 我今天晚上一定要拜見 柯建民總召 等一下我講內容 這兩個原則是對來說絕對不可退讓 顛覆不破的 一定貫徹到底的 黨產歸零 司法改革 黨產歸零 直到主持問題 看標題 我只要兩句要回音就好了 別鬧了 你跟他爭笑的 不需要再回覆了 還兩年 明天就要決定了 陳常文律師 有篇投書 我當然支持不當黨產主持條例啊 他講一些部分事實 我來引述 沒有人知道這段耶 2007年 陳常文受邀擔任 國民黨黨產小組召集人 在第一次黨產監督委員會召集會議時 他提出黨產歸零建議 說要涉及刑責要追究 該賠人家賠 結果呢 國民黨沒有正面回應 他就請辭召集人 他自己講的吧 2007年就有人主張黨產歸零 那時候主席是誰 我再講一次喔 齊麥兄拜託 首案喔 首案意思就是院會三獨通過 我幾天前在節目透露 說如果國民黨佔主席台 國民黨足條的這個杯葛國營事的話 我要發動群眾 齁我電話接不完啦 大家跟你去喔 試看看嘛 試看動員能力嘛 而且啊 還加掛車廂說啊 胡先生 如果民進黨籍立委沒有過 我們要包籍民進黨 是包國民黨 是包國民黨 要聽清楚啊 就要求你們要三獨通過啊 那才嚴重啊 都是民進黨支持者喔 看看民進黨臉書 國民黨害怕的是什麼呢 就這獨立委員會啦 我們就把德國的那一套拿來 德國政府發了十五年解決東德黨產 還讓你拖兩年 立法通過 行政院長立即要在下面成立 立即執行 我要證告大家 只要學者說啊 國民黨不斷的拖產啊 不斷不斷的拖產 包括前黨管會主委劉太英先生說的 其實他說得很好的啦 他說啊 國民黨黨產已經大量的 挪移到私人名義下的股票 以及黃地產 這是國民黨自己的報告 七成跑到私人名義去 看到沒有 這是來引述自國民黨 請注意喔 未來的黨產處置委員會 私人名義追究行責 而且一定 要從日產結算 絕對不是從十九家戲院啦 不止啦 太多太多土地了 從1945年算起 黨產是不斷的縮水啦 劉太英先生親自跟我講 就在兩個月前 黨產比較合乎我曾經提論數 一千三百五十一 他已經親自跟我講的啊 只是具體多少不知道 但是相當接近一千三百五十一 就一句話啦 公司不能倒閉 黨不能倒閉嗎 我覺得這個韋中兄很聰明啊 東窗事發速逃先跑啊 很好啊 右手不對呢 他是被開炸了 預扣先跑對啊 此時此刻 我也是被趕走 好 先跳船啦 國民黨沒有黨產 還有什麼 就那句話啦 講結論啦 眼看他起豬樓啦 眼看他宴兵客 眼看他都垮了 這個黨沒有黨產 馬上倒閉 就這件事情 不過我要先請教這個韋中啦 就是洪秀柱說呢 他跟馬忠在一起聊天的時候呢 兩個人一起在罵你 那這個到底是 馬英九跟洪秀柱兩個人 感情有這麼好呢 還是馬英九跟吳敦彥的感情 比較好呢 今天早上這個八點半 那個新聞出來 就是某傳媒專訪洪主席嘛 我就一直被朋友轟炸 賴就說 欸 洪秀柱跟馬英九在討論我 我看一看就覺得 表現不重要 不過我也問了一下 可可姐說應該去問馬總統 我當然不敢 所以我問了一下 你真的沒良心 他還沒關心你的耶 他顯然我被開除的時候 他都沒問 害我好傷心 沒有 說一口這個 我 這個個人小 不過我必須講 就是我問了 算是馬過去重要的幕僚吧 他的回答是這樣 他說馬總統的個性是這樣 他就算再討厭人 他也不會 多半不會嘴巴上流露 所以他意思是說 洪秀柱講的話聽聽就好 我覺得這個有道理 我坦白講 所以馬總統可能不會這樣講 那洪秀柱幹嘛這樣講 合理化開除楊偉忠 就表示我們人神共犯 他顯然對開除楊偉忠 他還是有點覺得可以可以 虛虛的 所以拿馬英九電背 把責任推給馬英九對 不過我覺得 因為他昨天就看到他 今天要開記者會 我本來想說他是要 回應黨團的這個 黨產歸零的要求 那我看到新聞出來 新聞標題是說兩年內要清理黨產 這也不是壞事 可是你如果整場看完他講話 我覺得 今天兩種人會最害怕的聽 第一個當然不是要通過 不當黨產條例的 因為他這樣子 只是會幫助輿論繼續前進而已 兩種人最怕 第一個 黨團那些想要黨產歸零委員 一定最擔心 因為洪秀柱表面上是說要兩年內清黨產 可是他所有的基調就是在互黨產 不是嗎 是要焦土抗戰的這個味道 因為他是在批判 嚴厲的批判不當黨產條例 但是沒有進行自己的反省跟清理 所以黨團委員一定覺得這個莫名其妙 第二個部分是真正支持國民黨的人 我看到這個這兩天 台灣指標民調的台灣明星的這個指標 本來還反映了國民黨的反感 有下降7% 人民對國民黨的反感 在這個 就同一個時間 不滿意度往下掉 同一個時間 林權的這個支持度是上升的 那國民黨的反感度也下降了 因為本來六月底的時候 是國民黨的反感度還繼續上升 可是洪秀柱在禮拜五 要黨產條例表決之前 這種姿態 怎麼會讓大家覺得對國民黨 是有一個深刻反省的一個政黨 你說好不容易不滿意掉下來 因為明天趕快要跑上去了 是啊 因為他這個態度 是要決戰的姿態 雖然表面上說清理黨產 兩年內清理 可是我只問幾個問題 第一個 他的任期到明年八月 他說兩年 已經超過他的任期 他憑什麼做這樣的一個 這個有任何的責任感嗎 他應該在我的任內就清理完畢 他拖了兩年 對 這個完全沒道理吧 不是嗎 這是一個負責任政治人物嗎 第二個 他之前 洪秀柱講黨產事情 跳票多少 第一個 公開透明 他到三月就任到現在 哪一天公開透明過了 今天已經是七月了 四個月過去的公開透明在哪裡 第二個 他說曾經說過暫停黨產交易 後來就說要繼續合法處置 那這兩年內 是不是要繼續黨產所謂合法處置 現在還說剩下十六億十幾億 那之後搞不好是負債 第三個 他定義的黨產到底是什麼 當然他在那邊講桌子椅子 我根本不想討論這種 這麼low的問題 那用黨產成立的這些基金會 算不算黨產 那如果算的話 他在之前安排他自己 跟他的親信去掌控的 關懷長青基金會 那這個要不要捐出去 還是他自己就把持住 這一切事情都無法自願其說 所以對我來講 有個合理的懷疑 就叫做假公益徵戶產 戶黨產 假清理徵脫產 我覺得你無法迴避這個社會 你說要清理黨產只有一個標準 有沒有一個獨立公正的機構 或人士能夠來監督 社會大眾能不能參與 有沒有公信力 如果這都沒有的話 你自己講了 拜託 這個把戲剛才已經有講 來賓已經講了 這個拖了多久的所謂 黨產歸零或處理黨產 已經十幾年了 你在玩這個把戲 有多少人會接受 多少人會相信 所以今天這個記者會 我覺得完全是反效果 我本來還覺得 搞不好是一個正面的 可是整個看起來 就是一個反效果 那很好啊 那明天就有更充足的理由 因為國民黨還是這種態度嘛 那表示你只能用外力來解決 你自己不解決 那就外力解決 這個外力不是民進黨 不是蔡英文 是民意選出來的立法院 通過合法的程序 定義的合法的條例 通過這樣一個 一個新的機關來執行 這個國民黨不執行 只能讓這個社會來執行 讓這個新的機構來執行 其邁是內政委會召集人 召集委員 就是這個案子 是你的委員會通過 你明天還要負責 負責要說明這個案子 那現在 洪秀柱已經對你宣戰啊 他說你們是什麼 抄家媚祖 在把整個國民黨滅掉嗎 有可能嗎 他現在喊出一個新的 你給他兩年可不可以 沒有的話人家要抗議 這大家也在看 今天晚上 因為明天一早就要審了嘛 對不對 洪秀柱的洪秀柱會不會動 一些人去抗議 國民黨的立委 是不是真的會去佔主席台 是剛剛講的 有沒有可能真的是 洪秀柱自己綁一百步調 明天就會搭帳篷抗議到底啊 他們這個 國民黨金之玉悅啦 不太清楚 沒有可能什麼搭帳篷啦 一定是住地方 或者是來來 這個過去幾次的抗爭 國民黨一定都是 住五星級飯店 只有我們民黨比較苦命 睡議場 還要吹新衣服 我記得我們當時在抗爭 這個議場 他們還不讓我們開冷氣 你知道嗎 大概室溫大概40度 我們就吹著大的一個冰塊 然後吹電風扇 所以國民黨我真的 我是也很懷疑說國民黨到底 有幾個真正選舉出身的立委 會支持黨中央的這個決定 對 那王舅舅今天其實講 我還是要先評論一下 就是說 他講說他這個錢 他這個資產他做一些儲分之後 他其他扣掉什麼人事啊 扣掉這個辦公費用啊 166億扣掉50億 150億 扣掉150億 16億 然後這個詳細的情況還算 算一算大概是賠錢啦 我大概不用算也知道 那這個其他剩下來的錢 他說他要捐做公益啦 早上記者就問我說 國民黨真的要捐做公益 我說請你不用聽他亂講 因為國民黨已經講過八次 說要捐公益 從2006年9月5號 馬總統宣誓說 這個錢要還給政府做公益 2006年10月黃玉政當時發言人說 我們會交互信託做公益使用 2008年4月2008年12月2009年2014年2015年到2016年 講過總共八次說要捐公益 所以你講到真的是相信國民黨的話 我想不是什麼什麼都能吃啦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國民黨其實在這種 在整個黨產的工房裡頭是進退失去 他一直搞錯一件事情 就是說他一直把它定性說 黨產是藍綠的問題 今天假如說民進黨好 那我就藍綠和解 那黨產就先不要處理 那這個我想會垮台的 民進黨一定比國民黨先垮台 剛剛胡大哥就說他們反而去包圍民進黨 這個不是藍綠的問題嘛 他國民黨到現在都一直搞不清楚說 這個所謂的這個不當當然 這個是涉及到轉型正義 這個是過去是屬於國家的資產 那應該還給人民還給國家嘛 國民黨只要能夠誠實面對這些歷史 然後去做改革 我上次有講嘛 紅袖書會贏得掌聲嘛 他反而被祈禱而行 先把所謂的光明正大黨產一切合法 我就光舉一個例子大家都清楚了 地保賣了88億 地保賣了88億 是日本放送協會直接就由國民黨去接收 變成黨產 那這個錢國民黨選舉都花完了 當時這個劉太英在他回憶錄裡 連戰在這個總統大選之後 就花了120幾億 當時劉太英說到底他花了多少錢 我是搞不太清楚 只知道他後來追加預算就40億 你看40億喔 民進黨一次選舉總統大選 大概花了40億喔 40億可以讓這個黨選總統可以選 假如讓民進黨選的話 可以選40年耶 哇 可以選40年耶 所以這種對於政黨政治的這種不公平競爭 這個是大家詬病的嘛對不對 國民黨當時從大陸來 撤退到台灣 他有帶了哪些多少 這個都可以 當時都可以稍微做一個估算嘛 你看從民國四十幾年到現在 三十幾年到現在 幾年長達八十年 那開就開不了 那開就開不了 過去啊 包括這個當時的他們的黨管會主委 劉威琪都自己講說 國民黨當時的財產 你知道有多少嗎 九千多億耶 到兩千年的時候 朱立倫說還有一千多億耶 花得好快喔 我說國民黨再怎麼買票 再怎麼花錢 其實都不會花到那麼多錢嘛 對不對 那這些人跑去哪裡 這些錢 跑去哪裡 這些人到底是不是借名登記 登記在其他人名下 或者是以低價 就轉讓給其他這些 國民黨這些政要或高官 國民黨的黨員真的不想弄清楚說 這一筆爛帳到底是怎麼來的嗎 那國民黨以我們所了解說 馬總統在擔任黨主席 他是所有黨主席裡頭 處分黨產最多的主席 大家都不會覺得說 原力證券當時這塊土地 國發原土地為什麼賣了四十億 那是到底是誰去親手 中間有沒有中保私囊呢 大家真的都沒有興趣把它搞清楚嘛 那中廣以現在為例 中廣還實質 中廣公司 實質上在我們廣電三法列規範裡頭 國民黨還派董監事耶 過去還派董監事耶 財務也要經過這個國民黨的統一 但特徵組的包括都有啊 那當時誰去促徵這筆交易 就有沒有違法 有沒有背信的這個問題 你光以松江大樓跟林森大樓 中廣公司最近在講什麼 國民黨不是去年在講說 兩百多億今年剩下一百多億嗎 我幫他估算了一下 大概少了這一筆 就是新育台公司的債權 中廣公司 這個新育台對中廣的債權 原來你看 在103年還有52億喔 還有52億喔 突然過了一年 你知道這家公司 淨值剩下兩億耶 52變兩億喔 那這50億跑去哪裡 這50億跑去哪裡 剪資剪掉了 這個也不是剪資啊 你在你的剪資的過程裡頭 你還必須在財務的報表裡頭 你要去做表達嘛 對 那這個民意就不見啦 明天申讀過以後就會追啦 這個50億就不見 所以先查清楚 林森中廣大樓的產權 還登記在中廣民家 那突然就不見了 這個債權突然50億就不見了 這一筆爛仗角說 你沒有說有一個 所謂的一個獨立機關去清查 你交給洪秀柱 這一個或者是國民黨這些人 再去清查 過去我們不是從 我剛剛講從2006年到現在 講了八次說要捐公益 誰哪有 有啦捐公益啦 成立民族民權民生 都是他們自己的基金會啊 你看國民黨的中央黨部大樓 那個招牌 這個偽裝比我清楚 一頭牙骨都是這些基金會啊 錢這就這樣頒啊 所以洪秀柱這些宣誓 假如說我們從一個比較過去 從過去國民黨的例子來看啊 這個就是在 我們黨產條例裡頭 有一條禁止處分的規定 他要在他生效之前 趕快變賣黨產嘛 簡單講是這樣嘛 所以我覺得 我們當然民進黨有責任 在明天 我想我們的意志非常堅定 我們認為這個是 對於台灣的一個政黨政治 跟落實轉型 最重要的一個法案 所以我們明天一定會 不管你開會到幾點 我們民進黨絕對奉陪 一定要不讓南岸處理台立反托 來啦我市委回應一下 你要生氣嗎 這洪秀柱講的你們整個妹們 整個黨都已經快不見了 你不是說這個副主委 就已經快沒有工作 大家在觀察是什麼 民進黨不是只有齊邁講 明天一定要過 你看連柯建平都說什麼 不惜流血都要過 所以看起來明天是已經擋不住 大家看國民黨明天的決心 是什麼樣子 要不要順利用民意 民調都說黨產是要處理的嘛 那真的還要再去擋 這是一個嘛 第二個也問一下偉中的事情 你們開除完偉中之後 不是馬總統說這個人 現在要開除王金平 真的嗎 第一個喔 這個馬總統跟洪秀柱主席 在參會上面說的話 因為我不在現場 然後我也是到今天才知道 這個我講大白的 或許如果以我猜想啦 可能是在講說 這個偉中的一個黨籍案 他的一個開除的一個情形 到什麼樣子的一個程度 應該是簡短的一個寒暄這個事情 那你講說黨產處理的一個事項 你說過去在選前或者是選後 常常觸碰到黨產的一個議題 當然我也常常講 黨產沒有錯 每次在選舉的時候 就是被民進黨拿出來做消費 然後就成為國民黨這一些 選舉的一個包袱 那當然黨產是必須要去做處理 但是你要處理的一個情況 或許剛剛像秦邁委員他會講說 你過去誰說幾千個誰說幾千多 然後現在我們現在剩多少 怎麼樣子我必須要講 你想說怎麼樣的一個脈絡 事實上我們在一個時間點 我們都有提出來 那提出來的時候外界都會質疑 那不管如何你必須要去做面對 那黨產的一個處理 你說朱立姐為什麼會在今天 來做一個宣示 當然他那個時候 在參選黨主席的時候 在證監發表會他也有講 只要他當選黨主席的時候 他一定會去了解黨產 他的一個他又去面對 他也了解了之後 他希望第三方公正人士 他能夠來做一個黨產的一個處理 可能他之前來講說 黨產歸零可能是大家都是口號 但是他在講的說 不是說黨產歸零是一個假議題 他只是針對說黨產歸零 這四個字 你要說起來是黨產一些 多少錢什麼 沒有錯 你有過去的這一些 包括歷史投資的一個事項 或者是股票的事項 資產的一個負債的一個 資產負債的一個調整 這些你都要去面對 他要去了解 他當了三個多月 當然立法院民進黨一上任了之後 他們在立法院他們是多數 我經常說 你說要動 我怎麼動會贏你 抓腳抓手也會贏你 但是 事實上在立法的一個過程當中 是不是說 不要有一個針對性 大家都能夠一體適用 這個是一個民主國家 大家能夠制定可藏割酒的一個法律 你是不是我們當初也有提出 我們不是講說不要 你是不是把它弄在政黨法 或者是說你黨產處理條例 光是民進黨的一個委員 那也提出了 有的寫沒有寫不當 那有的寫黨產處理條例 那是不是大家針對這個字眼 大家針對這個法的一個立法 來講大家是不是可以參考 但是如果說看到民進黨的一個態度 來講的話 好像你說協商 協商就要依你們的版本 我們拿出來 你又沒有要修改 那這樣子我們會覺得講說 你就好像被議員堂 你說的什麼 所以說有時候協商都會破裂 沒有錯 明天已經到到院會 我還是講這個法律可藏 是不是有針對性 就好像剛剛胡宗信大哥講得很好 在聯合報的這個投稿 陳昌文律師就有講 你如果說不當黨產處理條例 你如果連不當都不能夠修改 你就整個說 中國國民黨不當黨產處理條例 你就直接針對就好 我們會感覺到講說 好像就是針對中國國民黨 在做這種抄家滅族的一個感覺 但是如果這樣說的時候 大家都在說什麼 你國民黨還在負產 我說實在 我就說過了 我們同事過 你說真的領這個黨產的一個薪水 說實在 我們也這麼說實在 我們也沒辦法 你如果說實際上 我們選舉 我也是還要自己打招 反而朱鶴姐他今天宣示的 可能你會覺得講說 兩年好像比較久 但是我就說 銀行之前立任的黨主席 甚至於這個行管會 他們在掌管的時候 他們用這一些退休金 或者是說員工的這一些 整個的一個資產負債的 做一個調整 你說可以存多少 不管剩多少捐作公益 但是今天朱鶴姐有講 不管明天法有過沒有過 你就算過了 以後行政院 甚至於你執政的人 你要用公權力去執行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執行 有沒有去抵觸到憲法 那你執行的時候 當然要怎麼樣執行 我們也同意 但是你如果沒有過 同樣的我們的一個論調 黨產的一個處理 他還是要去處理 那今天我覺得講說 沒有錯啦 如果說在2018年之前 下個選舉之前 他都能夠有面對 有來處理的話 那你以後沒有 國民黨沒有黨產了 那我們是不是要淪落到說 搭帳篷 然後租水河屋來上班 我也覺得還不至於啦 但是不管如何嘛 你如果說有時候 當中了殘殘殘殘殼要逼起來 殘水撩下也要過 這個是我們的一個決心 事實上 在去年不分區立委 登記之前獲得提名 我們有33位的提名人 那他都要簽署這個 我們那時候不知道 兩年條款 所以說那一張同意書 切決承諾書 都已經有簽下去了 這個如果大家不陌生的話 在去年不分區要做登記的時候 紀國動委員有沒有說 欠400萬 我說實在裡面有一條就是 你每個月不分區的立委 你就要勸募款下 繳交黨部要10萬塊 但是現在 現在2月1號開始到現在 有一些立委沒有繳 所以說就把這張拿出來 不是叫他們就要簽這個 只是提醒他們 你們要履行義務 當然你不能直接說 優秀 你酒喝了 你幾個月都沒有人 不能做單一性 單一的針對性 所以說這個是這個部分而已 沒有任何的一個部分 也不是附上的這個附件 也不是叫他要再簽一次 你已經簽過 那一張已經在黨中央了 這個不當答案處理 他不是只有針對國民黨 他是威權時期成立的政黨 所以包括民進黨裡面 在內總共有10個政黨 都適用不當答案處理條例的規範 那第二個協商 國民黨沒有來 不是我們拒絕協商 國民黨根本連派人來 都不派人來 第三政黨法 我們之前在立法案推的政黨法 推了好幾次 國民黨都拒絕排法案 這一次輪到國民黨委員 排政黨法案 到現在只遜到完 就法案又會併在我們內政委員會 所以假如說不讓黨產處理條例 我覺得國民黨 還是應該要去勇敢的面對 大家一起來檢視說 過去在威權時期 到底發生哪些狀況 該屬於國家應該還給國家 我想這個國民黨應該 不至於反對 現在國民黨很清楚 捍衛黨產的大概就是 藏到黨產甜頭的人 才會捍衛黨產 或是說他因為職務所需 沒辦法必須幫黨中央講話 或是本身就是紅袖柱的鐵粉 這樣子 所以會捍衛黨產 那這些立委 特別是這些區域的立委 因為他們說實在大多數可能 沒有使用過黨產 也沒有嘗到黨產的甜頭 所以呢他們不會覺得說 黨產有多重要 這個我覺得這是一個 認知上很大的落差 我覺得心情很複雜 因為從我開始關心民主政治 到現在我就知道 國民黨有不當黨產 那2007年的時候 我們也很認真的去連署了 討黨產的公投 但是很可惜後來那公投沒過 上一次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功敗垂成 那這一次民進黨執政之後 眼看明天是有機會刪讀通過 大把關的解釋 從這個海牙國際法庭的仲裁 我們就知道是那個風險很高的 解釋出來什麼樣子誰知道 搞不好就會解釋 黨產條例違憲 所以我覺得後面可能還有 還有一些變數 民進黨可能也要先做好準備 但是我覺得 這總是一個踏出了一步 就是從此台灣的政黨 可以開始做公平的競爭 最近我看到國民黨 特別是來自於黨中央 他們在辯護這個黨產的時候 會讓我覺得很意外 我覺得他們是活在平行時空裡面 說我一年要有八億的開銷 資金缺口 那是你國民黨自己的問題耶 你說好我對我的退休黨工 有18%承諾 那是你國民黨自己的問題耶 那你自己要想辦法解決喔 那你的黨產是怎麼來的 這個很清楚嘛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一個政黨 一個民主國家的民主政黨 他一年必須靠八億才能維持這個政 這個政黨 我覺得這個政黨 基本上是有很大的問題 國內哪一個政黨一年要花到八億的 所以但是我對於最後能不能討回國民黨的黨產 我是比較保留 因為搞不好這個中間過程裡面 因為從黨產條例通過 你要調查確認之後才能開始追討 可能會有很多脫產行為 但是至少有一件事我們可以知道 國民黨的黨產來源 我們可以每一筆每一筆把它查得清清楚楚 中廣當時怎麼來怎麼賣 國發院怎麼賣 這個我們至少可以把它查清楚 對啊 起碼透過公正的一方嘛 總要做這種事情 所以明天 紅小豬不會去打戰鬥 要打 今天晚上就要去戰了啦 明天去來不及了啦 晚上就要去戰鬥